下面那边 火全给退管了 然后咱们厂子的原料 也停止进了 他们都说咱们厂子要倒闭了 大家先回家休息 等信 厂 厂长 我们不开工了 是啊 开工了 我对不住大家了 咱们厂子一直亏损 上期指示我们关闭 我又没有办法 厂长 两个月工资都没发了 家里还等着你下锅呢 你又退了我们怎么办 是吧 大家 大家安静啊 大家安静啊 听我说几句 现在呢 是咱们厂子最困难的时期 我相信上面领导 一定会想办法 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有什么办法的事情 那陈大人不要着急 大家别急 先回去休息 行吗 不行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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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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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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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s 52 就不干了 这都怪我呀 产品销售不出去呀 客长 我去问您一件事 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个 递到上面居领导的手里 谢谢啊 陈先生好 陈先生好 陈 陈先生好 你写的到底是什么 承包书 承包 谁承包 我承包 你承包哪儿 承包咱们挂厂 你 承包咱们挂厂 这 这个承包书 我都写了有一个月了 我的承包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呢 把我们所有的现有库存 按工资抵给职工 让他们能卖多少卖多少 第二呢 把我们的设备 老的设备全都抵出去 第三呢 客长 这东区那片地 可以租出去的 也能换钱 这样我们有了这点钱 上面再支持我们一点 我们买点新的设备 东山再起 袜子厂还有救 陈江河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咱们袜子厂要倒闭啊 好 都知道他 所以 我也不太惊讶的 我也一直等着他 原开长 您是有能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看得上我陈江河 你愿意帮我的话 做我的副厂长吧 还副厂长 陈佳科 你讲这白日做梦 做梦有什么不好呢 我可愿意做梦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做的肯定不是白日梦 我愿意把梦实现的 郑厂长那个人你是知道的 人是好人 但是他现在就不做梦的 因为他现在满心满想的就是 安安全全 太太平平退休 人到马头 车到站了嘛 所以他不做梦 他不做梦这个场子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这个厂 现在其实恰恰需要一个 愿意做梦并且愿意把梦实现的人 来接受 你又凭什么接受 咱们一个官场 能让一个个人接受 你太老土了 消息好不灵通的 杭州好多国营企业 现在都是交给个人来承包的 不是说方案不可行 方案只要好 上面自然会同意的 你知道换一袋积极多少钱吗 所以我跟你讲 东区那片地啊 可租可卖 郑厂何 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你一进那生产线 能保证这些袜子都卖得出去吗 换产品呢 我都想好了 要换玻璃袜 这个东西了不得的 玻璃袜在广州深圳那一带 已经流行好久了 你给我半年时间 我保证妻子会生的 玻璃袜 你既然都想到这儿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再提 片段厂子倒闭了再提呢 颜柯厂 倒闭之前 我已经把好多方案都给到过你们 你们哪一个方案听我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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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跑到我们厂子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我就是个义务人哪 好 我可疑 我准头 我准备个乡人 我准备个乡人 你线备个乡人 你线备个乡人 啊 要不然我把拿出来 送给你 不用了 我也对不住大家 我知道 您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 我感情 舍不得啊 要不然 咱爷儿俩 咱们散散步 把这院咱们再转转 好不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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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吧 这么快就成了你的人了 哪有哪有 你有什么方法笼着人心的呀 厂长 要真说笼络的话呀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也不会听我的 对吧 那为什么全场杀下那么多人 连名上书 应该不拉下 让你接这个场 商界领导那么快就劈下来了 以后没有人 我有靠山呗 对不住啊 我脸老了 两眼回话 油眼不是太帅 陈娇哥 来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究竟是靠谁杀来的 你笑什么 我靠的是对这个场的感情啊 我靠的是我真心想救他呀 你说你 对 一个小伙子 刚来这个场几个月呀 我对这个场的感情啊 得是从二十年前 有一个小女孩跟着她妈妈 到这个场来打工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为了那个小女孩 我也要救这个场 你 你 对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 好些年前啊 有两个人 冒充您的二姑和二姑父 到这个场来提货 我说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你二姑 我是你二姑父 你二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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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尝啊 真心给你倒过去 行 江河 后生可危啊 有你在折掌 我心里 踏实 好